捻死你了 谁要放车哦 去找胖虎和铁牛打游戏了 咯 蘑菇头了大鸭 你们王奶奶摔伤了 我带她去医院 一会儿叫我朋友来接你们过来一起吃晚饭 东美 咯 太好了 我上次去医院那边 东美已经带我下馆子了 大便的饭 可虾 你们是蘑菇头大鸭吗 都没让我来接你们 我是蘑菇头 我是洞梅的女儿 我叫小美 你不是 什么时候带我去找我妈妈 小美 对对对 早就听说洞梅有个懂事的女儿了 原来是你啊 咱们快走吧 叔叔 你不等大鸭了吗 打鸭 不用等了 咱们走吧 可是大鸭一个人在家后面有晚饭吃的 他就在旁边那条巷子里 我去喊他过来 王爷爷 王爷爷 不好啊 我们小白不忙快会坏人 什么 快带我去看看 怎么还不来 喂 我跟你说个命运其实根本就没有小类 刚刚那个就是大鸭 什么 蘑菇腾 我们先走 一会儿会有人来接大鸭 我们先走 不带大鸭 他不是那个 我的东西 算你狠 东梅和王婆子正在铁牛他家和铁牛他妈斗地主呢 我这就去喊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啊 蘑菇腾 刚刚那个是坏人 东梅一流的纸条 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写错 而且他连东梅一有没有孩子都不知道 竟然还说自己是东梅一的朋友 咕咕咕咕咕 我都听王大爷说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东梅一 多亏我今次 大家为了下馆子 他也就被骗走了 傻呀 这是真的吗 你们今天为什么吃泡面啊 东梅一和王大爷都不在 比我配合了四桶泡面 哦 我老跟你说了 我和蘑菇都一人一桶不够吃 就把你和大鸭的那份也吃了 啊 那我和大鸭今天中午吃什么啊 你俩都那么肥了 还吃什么 吃屁啊 泡火你怎么那么坏 燕子 我这还剩一点泡面汤汤 你喝不喝呀 你们太过分了 一封泡面而已 我们才不稀罕呢 我会做世界上最漂亮的星空水晶面 只有公主才能吃啊 笑死了大爷 你要是能做出来 我跟你表演个原地生片 就是 我也不信 你们等着看吧 大功告成啦 哇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面 轻盈剔透 银亮水菜 像是水晶做的一样 嗯 口感顺滑 吃一口好像瞬间变成了小仙女 人家也想做小仙女 两个姐姐让我尝尝好不好 你们别听胖子的 我还有中午吃的胖面汤 可是那个姓康儿师傅 给我量身定做的鸡汤 面汤鲜美无比 我就慷慨一回 允许你们用这个不怎么样的面 和我换吧 啊 大鸭 你说我要不要换呢 哎 银子 我手机忘带了 你在这儿等等一夜 一回去拿一下 好 阿姨 你快去快回 我的拐棍掉哪了 嗯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看见我的拐棍在哪 那兄弟 这是你的拐棍吧 啊 对对对 谢谢你啊 大妹子 没事 就认为了不是应该的吗 四点小事不用道歉 哦 叔叔 那个阿姨是坏人 那个阿姨偷你口袋里的五十块钱 小屁孩 谁要你多管闲事的 钱还给你就是了 谢谢你啊 小朋友 还好用你帮我 不然我的钱就被偷走了 不客气的 叔叔 前面是不是到村口了 我老婆在前面等我 我看不见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下 可是我还在这儿等人呢 很近的 你今天都帮我了 干脆一帮到底啊 那好吧 我带您过去 不许呀 这个叔叔刚刚在地上摸索着找了那么久的拐棍 怎么手还这么干净 而且他眼睛看不见 怎么知道村口离我们很近呢 还有刚才那个阿姨明明可以在我发现的时候 把钱拿走就跑 可他把钱还回来了 不好 他们是一伙的 叔叔 就在前面了 您自己过去吧 我要回去找我家长了 别走啊 这不马上就到了吗 诶 这是谁掉的十万块钱啊 什么 在哪呢 肯定是我掉的 小肚子 你别跑 快 肚子 小肚子 你别跑 东梅 我在挑家具呢 你要不要过来 忽然心动换新架 这里的家具齐全又划算 好啊 我待会儿带着燕子一起过去啊 东梅姨 东梅姨 小肚子 这画笔用起来真顺手啊 我的画画进入都蹭蹭蹭到上哪了 你们在干嘛 那是我的画笔 那小肺干嘛 跟我用一下怎么了 可你们也要好好爱护他呀 我的画笔都没你们弄的一团糟 弄的一团糟又怎么样 诶 反正你这么爱吃挡不过我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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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炮火 咱们出去玩 那是我的素鞋子 你们别拿走 这个素鞋子啊 我和炮火车飞机正好 你就别想咯 诶 猛狼猛我 诶 诶 燕子 这里怎么一传糟啊 诶 我不能和炮火 把我的画笔都摔坏了 素鞋子也拿走了 我以后再也不能画画了 哼哼 燕子别哭 你妈妈给你寄这个来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自带画笔和颜料的涂鸦本啊 别看他小 他自带水彩沾水即化 小巧便捷走哪都能画可方便啦 好好打扮你的微笑很惨 多美姨你刚刚去哪了 我刚刚挑家具去了 碰然心动换新家伙 我打算买点家具重新布置一下我们的小卖部啊 太好了 好期待我们新的小卖部啊 咦 你看 这个好神奇啊 燕子 我不是把你的苏苗子和画笔都抢走了吗 你怎么还可以画画啊 因为我妈妈给我寄了这个万能涂鸦本来了呀 嗯 嘿嘿燕子啊 王老师说我们的画画课不能带水 你倒是画不了画 我心地善良 我用这半个腊笔给你换怎么样 是吗 谢谢你提醒我 我给你换吧 哎 奶奶这虾条真好吃一定很贵吧 嘿嘿大事当然了 要不是可口了燕子的生活费我哪买得起啊 嘿嘿奶奶你真好 奶奶我都听到了 你怎么能这样 怪不得每天就只能给我吃青菜萝卜 能给你吃饱饭不就行啊 难道你每天还想吃山珍海味啊 就是啊奶奶每天照顾你这么辛苦 靠点生活费当工资不过分吧 好吧 那这虾条是用我生活费买的 给我吃一年总行吧 你是个屁 哈哈哈哈 哼 胡口作识 你真是毛头里点灯 着急 哟 连你都会用心后语了 真是好有文化呢 嘿嘿都没一 我也就只会这一句而已 少废话 虾条拿来 嗯 全吃完了 咋还有啊 妈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燕子你别伤心 你今天用真正的虾给你做零食啊 可不是他们那种虾味薯条能比的 吃 噔噔噔噔 打工告成了 哇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啊 那是当然了 这道菜的名字叫黄金凤尾虾 你快尝尝 嗯 嗯 虾肉鲜美外焦里嫩 摘上这个分铁浆 真是美味至极啊 奶奶我也想吃这个 你快帮我邀回来啊 叮叮叮 哎呀我的命好苦呀 活了三百多岁都没吃过大虾呀 妈你就别跟燕子抢了 我这有虾仁猪肉小馄饨 你吃这个吧 嗯 我尝尝 嗯 好好吃啊 那是当然了 好好味虾仁猪肉小馄饨 配料表干净 薄皮满馅 肉量十足 非常好吃啊 嗯 哎呀 我还是想吃黄金凤尾虾 我就要我就要 娘子你看把奶奶馋的 这可 哎哎 奶奶你别哭了 这个你拿去吃吧 好 大孙子我们快走 哎 东妹姨 王奶奶说的是真的吗 好 好